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我叫李奥金 我呢是出身军人家庭 也曾经在军工领域学习过 所以我自己非常关注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我近期观察呢 发现中国周边的局势非常紧张 像中印边境经常发生摩擦 美国在南海频繁的挑衅 甚至激化两岸的矛盾 我想我们这代年轻人 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在当前这种局势下 可能未来有一天战争 就会不弃而遇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您认为会发生吗 那么我们新一代年轻人 应该如何去应对这项挑战 谢谢 谢谢这个李同学 应该这么说 人类历史呢 某种意义上讲是个竞争史 那么竞争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战争 然后你回顾人类历史 其实战争挺频繁的 和平时期还是少数 二战争以后 大国之间基本上没有那种全面战争 是吧 所以这是挺难得的 某种意义上讲 网民讲得对 就是说 不是这个世界和平了 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因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总体发展不错嘛 所以一般国家呢 它没有能力来挑衅我们 但是确实最近情况变化了 情况变化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美国对我们态度变了 美国呢 应该讲就综合国力来讲 现在可能是唯一一个超越中国的 而且对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一个对你有明显优势的国家 对中国现在的态度变了 是吧 采取某种敌意对抗姿态 所以它一定是有后果的 这个后果就是你刚才讲的 美国在中国的周边 在台湾 东海 南海都有挑衅动作 另外受美国的鼓励 有些周边国家也不甘寂寞 也跟着凑热劳 于是中印关系有些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首先可能得把那个事情 考虑严重一点 按照中央的说法 就是要有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 有底线思维以后 你就要有个心理 可能我们会面临战争 面临军事冲突 但是也不用害怕 因为新中国70年 总体来讲很成功 我觉得新中国最成功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今天中国有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那么学习能力也很好 创新能力呢 过去弱一点 现在呢正在加强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 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非常扎实的 这跟买来的现代化不一样 很多中东国家很有钱 买了很多装备 它不会用 对吧 因为它不知道 那个制造的原理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新中国工业化了 在那个基础上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很扎实的 我相信啊 这个只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国内呢又比较团结 那么任何外来的军事挑衅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有办法对付的 所以心理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排除战争可能性 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呢在行动上 扎扎实实做好 我们应该做的事 然后维持国内的稳定和团结 这些事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任何外来挑衅 我们应该可以赞而胜之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金教授您好 我叫管佩欣 我来自辽宁丹东 抗美援朝纪念馆呢 就在我们家那边 所以刚才在看您演讲的时候呢 我觉得感触特别特别的深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美军的这个武装呢 在当时是和我们有代差的 我也在一些报道中呢 看到过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 是使用过吸引军武器的 1月27号晚上 驻扎在朝鲜铁园郡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阵地上空 飞过多批美国飞机 他们低空盘旋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头弹 而是很快就飞走了 第二天早晨 第三期武团的战时 看到有很多黑点的东西在一条一条 走近一看 发现雪地上散布了大量的苍蝇 跳走和蜘蛛等昆虫 经过专家鉴定 这些昆虫体内都含有致命的细菌 也就是说美军在这里投下了细菌蛋 包括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 也一直声称想要考虑使用原子弹 所以我想请问您 在当时中美两边的这个武装的这个设备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还要考虑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武器呢 谢谢你啊 这个问题挺好的 那个美国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追求一种绝对优势的国家 中国那个战略战术啊 很强调就是如何以弱胜强 中国很喜欢这种战法 以弱胜强 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常是遇到这种以弱对强的这种局面 而美国呢 总体来讲啊 它发展很顺 美国之建国到现在很顺的 它现在在美洲地区扩张 美洲地区呢 周边都比它弱 等到它准备的特别好走向世界的时候吧 它力量比别人大很多 所以呢 像中国历史上遇到这种以弱胜强这种需要 它就比较少 所以它基本上都寻求一种绝对优势 那么一旦 它的优势不绝对 这个时候它就无所不用其极 在朝鲜战场虽然常规兵器它比我们好 因为它有 海军它可以在沿岸 就两个沿岸地区它可以起点作用 另外就是空军 它有绝对优势嘛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吧 志愿军呢应该讲作战能力非常好 附带讲啊 就咱们这个志愿军啊 坦率讲啊 都是经过十几年战争出来的老兵 就特别会打仗 虽然叫志愿军 但绝对是专业的战士 这支陆军是非常能打的 另外就是朝鲜这个地形很重要 朝鲜山区多嘛 不是平原地区 所以美军那个装甲部队的优势 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 所以这些云合在一块呢 就形成一个结果 就是在朝远战场 有一段时间 甚至美国有点弱势 特别是一次战云 二次战云 三次战云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急了 于是就采取 就是那种非传统的一些手段 这里面就包括细菌战 当然细菌战呢 现在美国今天它有否认 但是呢很多证据啊 证明当时确实它用过这个东西 因为在包括在丹东 发现了只有在北美才有的那种细菌嘛 在亚洲是没有的 但是出现了 它肯定还是细菌战的那个结果 二三月间 中国东北的釜顺 安东等地区 在美军飞机入侵后 也相继发现了各种带军昆虫 二月二十四日 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声明 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坚决声讨并制止 美军撒布细菌罪行 三月八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 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 和侵犯中国领空 三月二十九日 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会议 通过了反对细菌战 告全世界男女输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和国际科学委员会 先后派出调查团 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 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 美军确实进行了细菌战 被俘美军飞行员奎恩等人 对参与细菌战 共认不愧 细菌战应该是有这个事 只不过美国今天来否认 至于说动核武 当然是这样的 美国一部分人有这个想法 在美军特别被动的时候 那个杜鲁门当局当中 一部分人是有的 尤其是麦卡社 这个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矛盾嘛 杜鲁门只是有个想法 但是刚有想法呢 他的盟友就去反对了 知道吧 像那个当时的英国首相 爱德里吧 就跑到美国去了 坚决反对 所以如果你动用 你在这里开了例子 对中国动用的核武器 那么苏联就可以 在欧洲开那个例子 因为他知道 苏联很快就有核武器嘛 那这个欧洲国家就倒霉了嘛 这个所以呢 欧洲盟友 还有英国是反对的 所以杜鲁门有想法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决心 当时比较危险的 还就是麦卡社 因为他在一线嘛 然后他看到 他领导的部队在溃败 他就急了 所以他真的有这种想法 要动用 最后就导致了 杜鲁门总统和 麦卡社的矛盾对不对 矛盾的结果就是 麦卡社被撤职了嘛 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 他跟美国的思维有关 美国是追求绝对优势 一旦没有绝对优势 他就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的 所以就出现 你刚才讲的情况 虽然常规兵器 他其实比我们好 但是一旦 我们志愿军方面 靠这个主观能动性 靠勇敢 靠智慧 取得某种军事优势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 动用那种斜蒙歪道的武器了 所以当时危险是有的 特别是这个细菌战 应该讲是部分实施了 核武器呢 是没有实施 但是不是因为道德 而是因为就是制约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我是曲伟 我来自韩国清晰大学 我是一个在韩国 待了18年的留学生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 韩国军队在面对我们 中国志愿军的时候 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在当今我们国族 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 往往是富多胜少 甚至出现了孔寒症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足球其实就是 当今和平年代的战争 不知道您平时看不看足球 希望您能够通过军事的角度 对中国足球体检建议 支点招 帮助中国国族早日崛起 谢谢 关于就如何提升 中国足球的水平 这个题目太难了 是吧 但是首先还是要区分一下 就是战争跟那个足球比 战争还是复杂的多 是吧 更体现一个综合国力 足球有点例外 而且呢 我曾经也是足球迷嘛 但是因为后来 中国足球走下坡路嘛 这个特别是市场化以后 钱拿得越来越多 球提得越来越臭 这个所以真是没有办法 原则上这是两个问题 而且我看有一些 比较刻薄的人啊 自我安慰 就是往往足球提得 是很好的国家呀 这国家一般来讲经济都不太好 是吧 拉美国家 是吧 现在有些非洲国家也不错 欧洲国家当然相当好了 其实应该讲世界足球 目前最高水平还是在欧洲 这个 但是现在 就从大国竞争来讲啊 其实他们那个经济实力 是往下走的 这个 所以足球呢 有时候成了就是 比较弱的国家 它的一种精神寄托 这个 咱们国家呢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足球 跟我们的国力一样 蒸蒸日上了 对吧 这个 但是现在可能短期内啊 期待低一点 比较现实 高了以后就会失望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自我安慰 说美国足球也不怎么样啊 是不是 经常被那个墨西哥 被南边那个穷国家 踢得满地打滚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吧 就是期待中国的足球 跟中国的国力一样 往上走 这个 但具体怎么办 坦率讲 我只能说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办法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金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澳洲的留学生 我叫吴奇威 同时呢 我又是一名武汉人 哦 你好 武汉你 今年对我来说比较特殊 首先是因为年初 我在澳洲一直吸着山火的烟 然后我就想着回国来避一下 然后我回到了武汉 就被困在了武汉 然后就出不去了 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呢 看着家乡的疫情 从最开始的爆发 到后来的平缓 心里感触还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澳大利亚和中国 从政府到民间 都表现着巨大的差异性 有人说是因为国民性 有人说是因为政府体系 还有人说是因为文化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您觉得是什么 使我们这个民族 在面对国家灾难时 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牺牲 和奉献精神呢 首先可能还是这个 跟文化有关 就是咱们这种 社会吧 它集体主义精神比较强 纪律性比较强 是吧 就是如果 专家说戴口罩 能够有效的防护 对自己负责 对他人负责 大家就愿意遵守 但是西方呢 它是这种个人主义文化 是吧 它只要对自己负责就行了 这别人它无所谓的 别人你 你负你的责任 我负我的责任 相互负责 这个比较差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是集体主义的 它是个人主义的 现在看起来呢 集体主义社会 应对灾难呢 通常都比 个人主义社会好 这是现在有那种 历史统计 这个证明的 另外就是体制 它那体制比较散漫嘛 是吧 就中央地方不协调 然后呢 领导人呢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 所以呢 大家想着怎么连任啊 怎么选举啊 怎么保那个经济啊 怎么保股市啊 咱们这边不一样 政府责任大 出个人命不得了 另外就是我们政府 动员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的文化 导致我们的中国的公民 这个应该讲 社会责任感要更强一些 所以守纪律一些 因此执行那个 就医学界的共识 又执行了好一些 而那种个人主义社会 比较散漫呢 它就不执行 那个科学的那种劝告 是吧 很个性化 另外加上我刚才讲 它那个制度啊 整合能力很差 是吧 因为它的责任感 它是有限政府吧 责任感也比较差 所以综合起来 就导致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虽然西方比我们富裕 因此财政情况 其实它要比我们好 虽然它的医学 总体水平是不错的 所以从技术上讲 从财政上讲 它应该应对的挺好的 但是最后结果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可以 从文化 从体制 从政策 那几个角度去解释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谢谢金教授您好 我叫高子涵 刚才听了您的分享之后 非常的有收获 同时很巧的是 我的太老爷 就是一名曾经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军医 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勇敢 说我们能打胜仗 可是在和平年代的今天 金教授我想请教一下您 有没有在抗美援朝当中 更多的一些智慧的成分 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些启发呢 谢谢 谢谢这个小高同学 首先向你的太老爷 那个致敬 因为是他们的牺牲 让我们获得了今天的和平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朝鲜战争实际上是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这个参与了一场局部战争 所以当时整个 应该讲条件不是很好的 特别是军迷都知道 整个朝鲜战争 我们的那个滋空权是很弱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讲我们是没有 什么空中掩护的 所以这个战争极其的艰难 这个所以呢 这场战争最后能达成 这个比较理想的战果 首先是勇敢了 这里面也充满了智慧 这里面包括后来的坑道战 这个坑道战斗使得美国很多 这个装备就发挥不了 它的优势 另外就是进攻作战 实际上也是这个 很有战术战法的 我看后来像包括李其威回忆录 包括其他一些美国军人 回忆录 他们其实破解了原来一个误传 就是我们这里是靠人海战术 他们的评价 实际上资源军是战术非常灵活的 他们感觉 因为这帮美国士兵当时刚经历过二战 他们认为志愿军整个作战的方式 比日军要好 素质要好 这是一个 另外在战略指挥上 大规模的穿插 后面包袭 这个战术是非常好的 所以才有了五次战役 前面三次都打得很好 尤其是第二次战役 美军就给打懵了 第一次战役 以美国为首联合军吃点亏 还有点情有可言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来是低估志愿军 以为就是我们中国方面 零零散散派一些小部队 第二次他是指导志愿军 大部队去了 但是他仍然挡不住志愿军的攻势 包括三次战役也打得不错 所以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军事指挥才能 是很不错的 战事的作战素质也不错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 就是完全是靠勇敢 靠人海 对吧 他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 当然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 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 全国人民 当时国内情况也不好 但是也是尽我们所能 给志愿军帮助 所以应该讲 还是除了勇敢 还反映了政治动员力 是吧 军事指挥才华 还有战事的战术素养 所以这些东西都起作用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谢谢您 谢谢 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在这场战争中 有没有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呢 还是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参与呢 所谓的联合国军 主力还是美军吧 美军一共投入30多万人来 美国陆军的一半过来了 另外一个主力 还是南朝鲜的部队 就韩国的部队 这两者是主力 以美军为主 拿着远赤资 其他应该就是起一个补充的作用 金教授你好 我是关江红 来自美国东北大学 我是一名在美留学生 我曾经去过朝鲜旅行 但在美国期间 我很少能看到 关于朝鲜战争的内容出版物 我身边有很多美国人 他们对朝鲜的印象 都是关于核实验 我要请教您 为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 会刻意淡化 关于朝鲜战争这段历史呢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你这个头型很酷 我在美国也待过 因为研究美国 去美国快100次了 应该有100多次 当我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 教过书 03年春 07年秋 我教过书 我也是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是美国人不太愿意 谈那个朝鲜战争 主要就是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 罕见的就是结果令美国不满意的一个战争 美国原来的战争都是很顺利就胜利的 比如说他1898年打那个西班牙帝国 对不对 对很短时间就把古巴呀 菲律宾全占了他们把那个战争叫做短而辉煌的战争 一般打一个中等国家 像玩似的 打一个世界大战 一战二战 最后他也全面获胜了吗 朝鲜战争 他们很 很别扭 就是 理论上讲 他可能就是输了 是不是 我刚才是比较客气的 我说中美打了一平手 对吧 他从釜山 防线 往北推 最后停了三八线 我们是从鸭路江 往南推 推到三八线 理论上啊 平了 但是从某些美国人心里 他可能是输了 因为什么他曾经到过那个鸭路江 对不对 最后又推回去了 所以 这在美国历史上很罕见 就是 没有一个明显的胜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个对手 他是原来瞧不起的 他真瞧不起 刚刚建国的新中国 你就想的是江湖高手 你被另外一个高手 打成了平手 还交代过去 为一个不认识的人 打得很难受 这是一个心理 另外从战略上讲 确实这一场战争呢 在美国人看来 可能是方向就错了 因为他们后来还意识到 整个冷战的第一敌手 是苏联嘛 主战场在欧洲嘛 在一个次战场 投入这么多力量 是吧 使得这么多人 他们觉得挺后悔的 就战略上决策有问题 是吧 所以大概 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 懊悔心理吧 使得 就是最后的结果 就美国有点回避这个问题 于是 虽然美国是主要的参战方 但是 基本上 它的这个 学术界 它的文艺界 对这个问题的涉足 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 不免有一点遗憾 是吧 因为美国毕竟是当时方 它应该很认真的研究 这也可以推进 因为它的材料多嘛 相对比较公开 如果它的研究很好 那也有助于整个世界 包括我们中国 关于朝鲜问题的研究 所以我希望 美国以后 这方面的这个著作 或者作品更多一点 对它好 对我们也挺好的 谢谢金教授 谢谢你 教授您好 我叫金以林 然后我的生活背景 其实是很多元化的 我很小的时候 就随父母去了 加拿大和美国求学 虽然一直在接受 西方的教育 但是我一直心系祖国 很希望未来有朝一日 可以回到祖国就业 也正巧因为这次疫情 然后可以在 很难得在国内 待那么长时间 但回到国内过后 我就感觉到了 国内很高强度的就业压力 又想到国外 比较丰厚的薪酬条件 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 所以我就有一些迷茫 我想在这里代表 像我一样 拥有海外背景的留学生 请教您 在这种后疫情 特殊的时间段 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我们应该如何去发挥 我们作为留学生的 独特价值呢 谢谢 应该讲你遇到的问题 是很多同学啊 都遇到的问题 应该讲呢 就是留学生呢 有他的优势 但可能也有一些 这个他的局限 每个人都得根据 自己的情况 扬长遇短 最好呢 就是始终跟中国 国内的这个情况啊 保持接触 利用比如家人啊 同学啊 保持接触 就是这个 这个中国的发展势头 还是挺好的 未来啊 就是经济上讲 最大的市场 肯定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就机会挺多的 那个 所以呢 不要脱离这个地方 保持一种感觉 保持接触 如果有机会 在这里 办公室啊 就业啊 也行 当然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中国市场的竞争 确实非常 这个激烈的 甚至有点残酷 因为我认为 比较各国吧 我们的 市场竞争 可能是最残酷的 因为我们 我们国家第一 就大小 两亿多家企业 引起 极其弱战 还有一个 就中国的国营企业 是比较强大的 对不对 另外中国 还有一个极特殊的资本 别的国家没有的 就是海外 华人华侨 和台港澳 数量多 而且很多元 对于这个地方的竞争 是非常残酷的 当然反过来讲 如果在中国市场 你能站住脚 你能活下来 那应该是打边 天下无敌手的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就我的建议 这种有国际背景的 中国学生 应该想办法 把两边的优势 都用好 这不容易 但是这是值得努力的 谢谢你 谢谢您 这位同学请 金教授您好 我是对白节目的导演戴莎 为了做咱们这期节目呢 我们也特地采访了一位 抗美援朝的亲历者 这位亲历者 也是我大学同学的奶奶 然后奶奶有几句话 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说一下 我们把它剪成了小片 给大家分享一下 辛苦的小伙伴 帮我放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 太突破了 太安逸了 我希望年轻人 多次了解您的事 如果有机会 希望你们去参加 因为这些部队 才能让我们做回事故 你才知道 今天的生活 乃至体力 安逸 让人回过 生活 让人回过 我像应该大家看完 都跟我的感觉一样 就是很有感触 因为是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而且他们这一辈 为我们今天的好生活 付出了很多 那奶奶可能会觉得 我们年轻这一辈 过得太安逸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您对于我们 这一代的年轻人 有什么寄予吗 或者说 您有什么期待吗 首先感谢 这个何颖老奶奶 这个老人家 因为她那个 十七岁 我看那个年龄段 五零年她十七岁 十七岁就参军了 很了不起 向她致敬 首先向她致敬 然后她讲的一个道理 其实也是老化了 这个 就是年轻的时候 吃点苦啊 对后来的成长 是有好处的 年轻的时候 春风得意啊 这后面的人生 不一定走得很稳 所以 对我们来讲吧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对人生当中 遇到的挫折吧 不要气馁 遇到一点挫折 哇就放弃了 不活了 那不行的 是吧 因为人生 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受到一点挫折 我觉得很正常 只不过 我们很矛盾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的孩子们呢 一生平平安安 不要遇到什么挫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一定的挫折 吃点苦头 可能对她后来的发展 还是挺有好处的 刚才老奶奶讲的那句话 说安逸使人退步啊 其实这个话 哲学家黑格尔就讲过 说人类文明永远有一个问题 因为生活安逸到一定程度 它整个道德水平是退化的 这个时候她倒是主张 用冲突 用战争来洗礼 拔高人类的道德 但是那个呢 可能又有争议了 是吧 以人为的去制造苦难 是不对的 我们只能这么说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让人类和平 让大家安逸 但是呢 作为个人 我们对可能生活上 遇到的困难啊 我们抱着一种勇敢的心态 去应对 至于说落到咱们中国的 你们这一带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吧 就是 首先还是要有信心 因为中国现在 整个国家是在往上走 我觉得在大国里边 这一点也很清楚 中国往上走 往上走的国家 国家有很大 应该讲 充满了机会 在未来十年 中国还是机会 最多的一个大国 当然机会呢 是给那个有准备的人了 对吧 如果机会在那儿 你天天晒太阳 机会不会给你的 机会在呢 但是你要是拿到手 还得去努力 所以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 处在一个上升的国度 充满了机会 但是你需要去努力 去争取 另外一个呢 虽然这个国家往上走 但是前面是坎坷的 它一定会有阻力 那么 国际上呢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现在还是对我们有 制约的 是吧 有一些反制 所以呢 我们这么说吧 这个国家整体 处在上升态势 但是这个前程呢 还是有很多坎坷的 这个坎坷就需要 大家共同去克服嘛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就一 我们要有信心 因为生活在一个 充满希望的国度 第二呢 一定要知道 人生是不平静的 一定会有困难的 那么国家 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 也是会遇到障碍的 我们得共同努力 一起来克服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 好 时间的关系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 我上面讲的呢 都是一家之言 一己之鉴 关于朝鲜战争 这个伟大的事件 现在有无数 非常优秀的著作 很多学者都提供了 真知灼见 是吧 那么我讲的就是 其中的一种看法 这个希望 对大家有一定的 启发意义 我建议大家 是报道批判的 这个立场啊 来看 最终 你们要拿出 自己的见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